我国驻泰国大使马继壮和夫人 今天下午4点10分18年赶紧国门 受到外交部次长杨毕宽兰政府首长的欢迎 马继壮大使这次回国处职 将在国内停留三个星期 分别向政府说明中泰间的各项有关事宜 他并且还要参加本月24号揭幕的五中全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